八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我还年轻 现在我就是老干部 当时我做过上海的带领总理事 现在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 那时候上海最高的建筑 还是那个外探间的那些老房子 我和我的席子 我们常常在外探间散步 带着我们当时的小娃娃 我记得我第一次和当时的王大汉市长见面 他是在上海大小 我们一起吃饭 王市长说了 上海的改革开发 已经落后全国 他告诉我 邓小平很想看到上海的发展 因此王大汉对我们老外说 我们国际友人 多帮忙上海的发展 再来讲 到现在为止 你们不需要我们的帮忙 五年后 我再回到上海 朱镕基市长秦宏之汉 就在当时的市政府 老汇丰银行大厦 在演会上 上海政府宣布宣布审理肯东经济开发区 我们看看船外 发现 黄埔江最暗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当时想 朱镕基肯定做梦 今天普通这个中国梦 已经实现出来 我也记得那时候 也读王吴宁先生的文章 他当时也在上海 那时候他写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以及中国的软权力 这些经验给我带来更深刻的影响